二位客官 还吃点什么 糟了 这是他们的暗号 客人来了 这位姑娘 小店客满了 再往前走一条街 还有一家店 老家几位再往前走走吧 这不是有张桌子吗 好 姨娘 我们去那儿 娘 天色不早了 我们换一家客栈休息吧 这 要不要 干啥 杀怀 杀怀 把人放了 否则杀无事 笑话 落在朝廷手里 恐怕比死还难受吧 让我们走 扶子 马上杀了他 你放开他 放开他 谁 谁 谁 十一 十一 小姐 大哥 骑马走 大哥 骑马走 我脚 十一 你小心啊 小姐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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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跑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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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早 ve 走 十一 小子 十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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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大哥 怎么办 要他们都给我让开 走 我立刻杀了他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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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啊 小姐 你受伤他 小姐 快走 追 快看人 快看人 快走 快走 可别走 快看人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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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属下防卫失误 才差点传继无辜 若不是侯爷及时赶到 属下的罪就大了 这不全是你的责任 只是 侯爷为何不让我去解释清楚 您明明是为了救人才受的伤 他们却只记得您射一箭 这不是白白惹人非议吗 因为我们行事实力 才让他们遇见受惊 他们平安无事 已是我等大幸 禀告侯爷 另一名海盗刘勇 趁乱逃脱 属下们未能找到他的下落 传令父亲周县 协助搜谷 是 侯爷放心 刘勇跑不掉的 你我都知道 将他抓捕归案是迟早的事 但却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小姐 救你的就是那位公子啊 原来是他将我从水中救出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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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女罗十一娘感谢公子救命之恩 小女罗十一娘感谢公子救命之恩 姑娘不必客气 其实当日救姑娘的密友情人 我只不过从旁相助罢了 无论如何也该感谢公子的 不知公子贵姓高明 在下林世贤 原来是林公子 姑娘刚刚呛了水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公子 公子 时候不早了 该出发了 那姑娘保重 我们来日假会 不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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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了